台湾科学教育馆 就坐落在台北市市林区 由于隔壁的新儿童乐园太强镜头 以至于科教馆在一旁 让人以为只是一栋普通的办公室 但是真的不是哦 进去一看才发现别有洞天 更有许多设施与展览 甚至是先进课程让人眼睛一亮 我们馆现在呢 也有很多的长设展已经更新了 包括我们四楼的生物状态性的 早家轰名的特展 那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的标本 那它也跟我们其他展馆很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全新的设计 所以它的整个风格 是跟别的展区不太一样的 那在三楼的人体区呢 也一定要去玩玩看 为什么因为我们叫做从我到我们 你可以去认识一下 你的人体的每个步骤 每个构造 包含的是你怀孕 人们怀孕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 从胚胎到宝宝出生的 首先来到四楼展场的主视觉图 在各种物种里面 人类是非常渺小 提醒我们重新思考 人与环境的关系 实践你好我就好 人在做天在看的概念 与大自然互利共存 大家应该会发现到我们四楼 好像跟其他楼层不太一样 就是怎么好像进到一个暗室的关系 没错因为我们第一个剧场这边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静下来 然后呢聆听一下这个音乐 这个声音你没有听到就 这个很像年纪大一点的 你会觉得这很像我小时候 我在乡间阿嬷家 就会听到那种虫鸣鸟叫 但你仔细看其实这些作品都是用一些废的金属垃圾 或者是一些废的一些木头垃圾做成的作品 这是艺术家想要传达的就是说 我们的这些使用的这些物资 最后其实它都是取之于社会 但是你对自然可能会有好奇 但它重新使用就是希望你能够回到最原始的样子 另外值得一看的还有 又生物多样性的展区 展厅里面有各种植物及动物标本收藏丰富 展示的动性规划 让人走最少的路看到最多东西 走外气氛舒适厕所干净 饮水机旁还有椅子 适合妈妈喘口气不生气 诶 镜头扫一下 周末你们自己来看哦 至于三楼人体区呢 则是让人挺震撼的 好 大家现在来到的是我们最新的人体展示 从我到我们 人体的奥妙展 为什么是我到我们呢 因为我们这边要从人体的最小的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一些菌 菌相里面开始探讨到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 可能是皮肤 我们就会认识一下 那我们现在可以走进来 其实呢 一开始呢 我们要先来复刻一下 大家我们还记得这个 我们的透明人玛丽吗 如果是我们的老客户一定认得她 她以前就是在我们的人体区域在服役着 她其实是在民国50年的时候 其实就单顾起台湾呢 在教学说 认识人体的这个器官的一个很重要的重任 沾上里有各种模型及互动设备 让你了解自己的外在美 此外还可以看看内在美 了解人类体内的各种构造 然后我们这边有介绍一下就是 怀孕的每个过程 这个就是这个模型 看一开始的胚胎 然后可能是一个月二三四 最后要出生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这么大了 那看假的可能就会觉得不够详细 这边还有一个鸡的胚胎 为什么选择鸡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人的胚胎放进去嘛 那鸡跟小鼠其实是很接近人类的 所以呢 这边都是真实的鸡 可能是五天十天 到她最后出生前一天的这个胚胎 最后想要听听人体内的声音吗 这里有清诊器 让你幻想当医生 这边呢 你可以在这边上科学课啊 参加工作坊啊 或者是上绘本阅读 那有没有看到我们旁边这一专 就是我们的科教馆的这个吉祥物 它就是我们的科宝 那你看她手上特别拿了一个什么 麦块的这个苦力怕 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有跟微软这边有合作 所以定期都会在这边有一些麦块的课程 所以呢 这边就是一个你可以 就像她的这个头上的这个泡泡一样 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各种科学创意的课程 此外还没完哦 地下一楼别有洞天 有互动剧场以及科技生化方面 学了会很赚钱的课程设计 不同的重量的课程 摆动的周期时间是相同的 这个周期时间呢 跟载程的重量没有关系 刚刚说到的B1沉浸式剧场小黑盒 是应用8K投影结合视觉影像与声音 让观众进入情境里一起互动 就像是及时生成艺术演出 整个剧场就像梦境一般 来科教馆一定要尝试看看 但是小朋友如果太嗨 华蕾的话是镜子的哦 看完整片蓝的互动剧场 是不是很疗愈啊 最后一定要来走走 访客必拍的网红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桥呢 它其实是我们管最大的镇店之宝 它不只是一个 我们说的就是一个过道 一个交通要道之外 它同时也是我们管最大的一件作品 大家可以看它总共其实是由15条钢索 去连接我们的馆 那我们也为了这个建造这个桥 我们馆整整就是修馆了将近9个月 就是为了让它能够来到我们馆 用阴架的方式把它整个搭建起来 那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结构呢 为什么可以这么安全 而且它其实最多它可以有 让80吨的人有600个人在这上面 为什么可以同时间这么多人 就是因为它是使用这个集成材 也就是它不是使用一块木头 而是用集成材的方式 让它能够更强悍地去对抗这个热障人说 另外它这个钢骨结构呢 去结合木材 又让它显得比较不会那么的笨重 所以在空中你不会觉得 好像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听说这道桥 不管翼间还是白天都很漂亮 站在桥上更可以远眺观音山 整栋客教馆还有更多看点 同学不妨自己来探索一番 有小朋友的话 还可以来参加各种科学或是自然课程 甚至还有不定时举办的半导体课程 培养孩子成为半导体 成业精英 股价就靠你了 我想去看看 我们下集见